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第一个 我们看简介 Composer是PHP的一个依赖管理工具 它允许你申明项目所依赖的代码库 它会在你的项目中为你安装它们 也就是说在一个大的项目中 我们通过Composer来安装它的一些其他的依赖包 好 往下走 我们来看一下 依赖管理 它不是一个包管理器 它有这个涉及到packages和libraries 但在每个项目的基础上进行管理 在你的项目的某个目录中进行安装 某种情况下它不会全局安装任何东西 因此它仅仅是一个依赖管理 好 我们一个项目肯定依赖很多库 那么这些库我们如何下载呢 我们就是通过Composer来进行下载的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首先看一下Composer如何安装 好 那么这些呢下面呢对Composer的一些介绍 大家呢可以过来这个官网呢来详细的了解一下 好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一下Composer如何安装它 好 安装它我们来到这里 因为我们用的都是Windows电脑 所以呢 这儿呢有一个叫做安装Windows 好 我们点击 这儿下载并且运行Composer Setup.ext 我们只需要把它给下载下来 然后按照我们Windows下直接双击一路Next 最终呢我们就会把它安装到我们的电脑上 那下面呢又介绍到手动安装 我们这里呢直接用这个安装软件安装就可以了 那么安装完之后 打开你这个指令模式 我们通过CMD进来 你输入这里面写Composer 好 如果出现这样一系列信息 那么就代表你安装成功了 你看我们最上面有Composer 出现这样一个信息就代表你安装成功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好 需要注意的是在安装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打开PHP的一个扩展库 叫做OpenSSL 来 那么如何打开呢 因为我们用的是集成开发环境 我们右键点一下Wamp Server 看一下PHP 这里面有一个PHP Extensions 好 我们看在这儿呢 OpenSSL 我看一下啊 PHP 好 我们看是否打开它 往下走 这里已经打开了 我这里已经打开 那如果你没有打开的话 你就需要把这个扩展库给打开 好 那么最终呢 我们打开之后呢 我们要来简单的使用一下它 好 我们第三步 我们来简单使用一下 来 来到我们的目录下 back 这是第16 我们来到第17 好 我们通过指令模式呢 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文件夹 好 我们把这个目录呢 结构给 Ctrl加C 我们在这写一个cd 粘贴过来 好 我们进来 进来之后我们通过 DR来查看一下 这里面它的东西 我们要进入cd 17 进来这个文件夹 b2 好 那这里面没东西 我们现在呢 需要在这个 这个17 就是我们的项目的一个文件夹 我们需要在这里面呢 通过右键 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文件 好 这个文件呢 我们叫做composer.json 好 那么 我们为什么要 使用这个composer.json呢 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json是个什么东西 好 打开我们的笔记啊 在网络传输中呢 有两种格式 我们非常的常见 一种就是json格式 一种是xml格式 那么这两种格式呢 我这里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提议一下 如果大家呢 下去呢 想去学习 大家可以去w3.school上面 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json格式怎么写 xml格式怎么写 那么我们的composer.json 它里面的格式 就是json格式的 好 那么composer.json 这样一个文件 它是什么作用呢 好 这个文件 它就是composer的配置文件 我们将配置信息 都写到这个文件中 composer就会根据 我们这样 根据这个文件 去自动的 为我们下载 对应的包 而且 它已经给 为我们实现了 自动加载 我们只需要 使用的时候 通过use 直接使用就行了 好 这个就是composer.json 这个文件的作用 那么我们 将composer.json文件 创建好之后 我们要运行这样一个指令 composer.update composer.update 好 因为这里面呢 我们没有写任何东西 我们可以打开看一下 因为里面的没有 接生格式 好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 空的接生格式 我们右键 通过 nosepad加加打开它 好 接生格式 就是这样的 有花括号和中括号组成 我们这里面就写一个空的花括号 来 我们再执行 OK 好 那么这样执行完之后 我们再打开我们这个 时期 这个目录 你会发现 这里多了一个文件夹 叫做vander 而且vander里面 有了autoload.php 以及composer 这样一系列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有关composer 它集成了这个 自动加载的一些 酷 这个东西我们不用管 好 返回 返回 那再往下 我们打开我们的笔记 往下走 我们需要介绍一个 镜像 我们需要介绍一个镜像 好 这里面的镜像 包括三个网址 第一个网址呢 叫做composer 这个包 它的一个官方网站 composer的一个官方网站 是这样一个网址 是这样一个网址 叫做htpspackages.org 那么这个网站呢 它是在国外的 所有的包的信息 包括一个包之间的一个依赖关系 都是在这个网上的 这是一个国外的网站 我们访问起来呢 非常的慢 我们要下载一些包 就要先去查看一下包的原信息 包括它的依赖关系 如果我们从这个官方网站上去看的话 那么非常的慢 因为这个官方网站 它是在国外的 所以呢 国内呢 我们有一个镜像网 叫做中国镜像网 国内有这么一个镜像网 它的网址呢 是这样一个网址 所以呢 我们一般在国内 做这个php开发 我们都会将这个网址 设置为国内镜像 设置为国内镜像 那么我们从国内镜像网站 将包的原数据 和它的依赖关系 下载下来之后 那么它就会去 这个git hub 这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开源网站 就会去这个网址上面 去下载所有的包 这是这三个网址 它们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么下面呢 如果你安装了compose之后 它默认的是 设置的这个原 是官方的网站 也就是说国外的那个网站 所以呢 我们需要手动的 将你的镜像网 将你的这个 语言的网址 我们要改成中国的国内镜像 那么如何改呢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叫做指令修改 诶 指令呢 就是这么一个指令 你直接复制过去 一敲回车 就会改了 第二种呢 叫做配置文件的修改 你可以将这个配置信息 直接写到 你那个composer.json里面 来进行配置 那么这两个修改呢 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第一个指令修改呢 它是全局修改 直接一修改之后 那么你这个 所有的一些项目呢 它的这个 呃 都会设置到国内镜像上 那么这文件修改呢 是一个对单个项目 来进行修改 所以呢 这两种方法呢 你想使用哪一种都行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指令模式 来进行修改一下 我们把这个指令呢 来复制一下 复制 我们来到我们的命令行模式下 我们粘贴 右键粘贴 右键 粘贴 好 那这样呢 就会将这个 呃 原信息给修改成功 也修改成国内镜像网 那么这样我们再通过composer 去下载一些包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快 好 接着往下走 加载包 加载包 好 那么我们知道 composer呢 是为我们下载包的 那么讲到这呢 我们还没有下载一个包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下载一个包 来试一下 在这里呢 有一个macaw 这个包呢 是一个这个php的 简单路约的一个包 那么在gethub上呢 有这个包的一些信息 我们现在 网速是不是快 我打开看一下 如果快的话 就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包 gethub 我们来到官网 好 进入这个官网呢 比较慢 我们接着往下讲 一会儿再给大家回过来 再看 这个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包 那么你把这个信息呢 写到你那个配置文件中 那么通过运行composer update 它就会自动的去从 gethub上给你下载这个包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把这两句配置信息呢 我们复制一下 好 来到我们的composer.json中 我们粘贴 好 这样一种格式呢 就是一种阶层格式 是吧 那么这个呢 是有关这个包的名称 后面呢 是包的一个版本 是吧 这个一个版本 好 这是gethub上的组分支 是吧 组分支 好 我们看这个 打开了没有 好 打开了 我们通过 在这直接搜索 macaw 好 这里搜索就能有点慢 我们接着往下讲 那我们将composer.json文件 写完之后 我们在这下面呢 运行composer update 好 它就会去 首先从镜像网 中国国内镜像网上 下载这个包的所有信息 原信息 以及依赖关系 然后再去gethub上 下载有关的包 是吧 那么现在呢 是正在下载 好 那下载完了 那下载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文件夹 目录里面 有没有多什么东西 那首先第一个呢 它多了一个composer.log文件 第二个呢 在vonder里面 我们还会看见 有了一个 这样一个 是吧 就是我们 起那个包的时候 你看 大家看 就是我们包的前面的一部分 是吧 那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你会发现里面有个MACW 那里面呢 就是有关这个包的所有信息 都会被下载下来 好 那么下载下来 使用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可以看这个网址 我们有没有打开 好 我们打开了 就这个 点进来 这个比较慢 我们再回来 我们再回来 好 我们接着往下走 那下面呢 有一个版本号的信息 我们需要了解 就是我们下载 这些包的时候 这些包呢 都有不同的版本 那到底是下载哪个版本呢 你在require的后面呢 可以来指定它的版本 那个版本 这个写法到底什么写呢 我给大家把这几种呢 常见的 给大家列出来了 那么具体有关这些版本信息 到底应该是 到底应该是什么 大家可以去参考 composer这个官方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官方网站上面呢 都有介绍 中文的介绍 好 就在这里面呢 都有这个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这上面的 我们可以返回一下 这下面呢 有一个 入门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下面的 这里面呢 来参考 来进行详细的了解这个composer 好 这是有关这个 版本信息 那再往下 我们需要了解 了解的 那么composer下载的安装包呢 都已经实现了自动加载 我们只需要在用的时候 通过use 然后斜线你那个文件加名字 再斜线什么什么 一个包的名字 就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呢 如果你自己写的文件 如果想要实现自动加载 你需要手动配置一下 这个composer.json文件 但是这种呢 我们一般不常用 我们一般不常用 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如果你要手动配置 你自己的文件 要想实现自动加载 有两种方法 一种叫做classmap 这个文件加的映射 一种叫做psr4 就是我们php 规定的 第四版的自动加载规范 好 那这两种呢 也需要在我们composer.json中 来进行配置 来进行配置 那么具体的如何配置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composer composer这个官方网站 来进行查阅 注意当你在composer中写完这个outload之后 你要先执行这个composerdumpoutload这样一个指令 然后它才能成像 好 那最后呢 是有关这个composer呢 几个常用的指令啊 那么这些呢 就不再给大家一一的介绍 非常的简单 大家也可以在这下面通过composerlist 来进行查看所有的指令 而且呢 这指令都是什么意思 都给大家在后面呢 都已经写出来了 如果这个英文大家看不懂 可以通过网上进行搜索 看都是什么意思 是吧 那常见的几种指令呢 都已经给大家列出来了 好 我们最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是否打开 这个呢 已经打开了 简单的路由包已经打开了 我们可以来到下面 你会发现这种写法 是吧 这个包如何使用 你只需要把这个给贴过去 就能用了 那再往下 example 例子 你如何使用这个简单的路由包 人家已经给你说好了 use什么什么就能使用 那再往下呢 就是配置一个简单的路由 配置完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直接使用了 好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自己下去了解一下 那么有关这个composer呢 我们今天呢 就讲到这 大家再见 谢谢